好 因为这样锤打的话 老人家在吃的话 牙口比较方便 经过排打后的温体腰内肉 吃起来才会松软 因为我们肉打过以后 温度会升高 温度会升高以后 我们吹个电风扇 让它降温以后我们再腌制 降温后的猪肉腌制起来更入味 用胡椒粉 五香粉 糖 蒜头 酱油 腌制 搅拌时还得站稳马步 双手像是打太极一样 不断搓揉搅拌 静置一碗 肉条裹上四种调粉 小火油炸 最后再用大火抢酥 老板说也因为炸的时候 会出现啵啵啵的声音 这道料理因而叫做苦肉 下去的话它整个就膨胀了 膨胀我们以前就叫膨 肚肉每天现炸 口感酥脆 肉质软嫩 搭配沾自家腌制的酸梅 麦芽糖淘配成的酱料 酸甜口感仍具有解腻 蘸酱还蛮特别的 因为我们以前常常会去宜蘭 它的土肉就没有像它这里的那么好吃 而且蘸酱还真的很好 古早味的还有这道红烧猪肝 可是这家店创办人留下来的经典菜肴 把炸到三分熟的猪肝跟祖传酱汁快炒 过程不断调整火候 是红烧猪肝好吃的关键 一锅只做一份 原味呈现的坚持要炒到焦而不苦 吃起来软嫩适中 搭配甜甜酱汁 完美去除猪肝腥味 糖化以后 那炒到焦而不苦 那火候你不掌控好不行 你看我里面那个师父 学失念才出师 他是这家七十多年老店 第三代接班人朱慈舟 以前阿嬷跟爸爸就是金山棕破塞 金山地区的板得几乎都是由朱家负责 但是板得的辛苦 却也让朱慈舟年轻时 不愿意承接家业 只想到外头闯荡 小时候看人家 看我爸他们在板头很累 有时候一天好几百桌 以前那个半桌椅都是实心的 小时候搬不动很累 大家会怕 坐到会怕 那后来去做房地产 朱慈舟踏进房地产 经常应酬 却也赔上自己健康 32岁那一年罹患了胰脏癌 在医院住了两个月 两个月的时候刚好变说 让自己能够沉淀下来 能够想很多 想说我未来要做什么 一定要做房地产 那我倒不如说 把以前的味道找回来 因为我现在在外面吃 都吃不到以前那种味道的 好在手术后逐渐复原 大病一场也重新调整自己脚步 想起阿嬷的滋味后继无人 于是接下传承担子 一坐就是21年 不只顾手还不断推陈初心 研发这道鲨鱼芋头米粉锅 用芋头熬煮汤底 每一口都喝得到浓郁香气 米粉吸收汤汁精华 搭配金山小鲨鱼肉 松软可口 我以前一直想说 叫我们里面师傅 煮那个以前我阿嬷的 那个芋阿嬷 我很想念阿嬷煮的芋阿嬷 那我想说 现在外面很多人不喜欢吃粥啊 就想吃那个米粉 我就把它改良过 经历病痛 人生重新开机 接下传承挑战 秉持古靶之作 加入自己创新理念 让美好的郭嘉威 能在日新月异的金山老街里 成为历久不衰的好味道